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人生就像骑自行车 要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 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从没犯过错的人 肯定没试过新鲜事 别只想成为成功者 要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 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停止提问 好奇心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没啥特别才能 只是特别有好奇心 和平无法靠武力维持 它需要透过理解来实现 逻辑可以带你从A点到B点 想象力则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 现实不过是一场幻觉 尽管它非常持久 智慧的真正标志不是知识 而是想象 当答案变得简单时 那就是上帝在回答 如果你不能简单地解释一件事 那你还没理解它够深 聪明人解决问题 智慧人避免问题 我们无法用造成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 教育是在人们忘记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之后所保留的东西 天才和蠢才之间的差别 就是天才有它的极限 资讯不等于知识 我的宗教信仰 就是对那个在我们微弱的感知中显示自我的无限伟大精神 抱以谦卑的敬仰 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 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是直觉 唯一干扰我学习的就是我的教育 困难之中蕴藏着机会 态度的软弱会变成性格的软弱 你得先学会游戏规则 然后要比其他人玩得更好 在小事上不重视真相的人 在大事上也不值得信任 伟大的精神总是会遭遇平庸之脑的激烈反对 唯一比无知更危险的是傲慢 我们能拥有的最美妙经历就是神秘 谁若在小事上对真相漫步惊心 也就无法被威夷重任 观察于理解所带来的喜悦是自然最美的次理 深入观察大自然 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一切 物理学家们说我是数学家 数学家们又把我归为物理工作者 我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人 虽然所有人都认识我 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我 重要的是不停地提问 好奇心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并不是我特别聪明 只是我对问题的关注时间更长一些 疯狂 不断重复同一件事 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人应该寻找实际存在的事物 而非他认为应该存在的事物 科学缺乏宗教是跛脚 宗教缺乏科学是瞎子 我想探究上帝的思路 其他的都只是小细节 人能有的最美丽和最深邃的体验 是对神秘的感受 这是所有宗教的根本原则 也是艺术与科学 一切认真追求的基础 幻想力比知识还厉害 知识是有界限的 但幻想力可是无缘弗解 它能推动进步 让进化发生 教学的高招 就是要让学生在创作和学习时 能找到乐趣 我从不去想未来 因为它来得已经够快的了 如果一个想法在一开始不是荒谬的 那它就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它贡献了什么 而不在于它能得到什么 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 宇宙和人类的愚蠢 而宇宙是不是真的无限 其实我不太确定 对一切来说 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 他远远胜过责任感 我害怕有一天 科技会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的世界将会充斥着一群白痴 巧合是上帝保持匿名的方式 科学是个美妙的东西 如果无需靠它为生的话 世界上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 就是个人所得税 如果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正确的 德国人就会说我是德国人 法国老会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如果我的相对论被否定了 法国老就会骂我德国鬼子 而德国人就会把我归为犹太人 我确信上帝不玩赌博游戏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 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中 人们肯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 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一样聪明 也都一样愚蠢 常识就是人到18岁为止 所累积的各种偏见 方程式对我更重要 因为政治只看眼前 而方程式是永恒的 万有引力 可无法对坠入爱河的人负责 我认为只有大胆的一侧 而不是事实的积累 才能引领我们往前迈进 如果A代表一个人的成功 那么A等于X加Y加Z 前份工作是X Y是玩耍 而Z是把嘴闭上 有一个现象的明显程度 已经让我毛骨悚然 这便是我们的人心 已经远远落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了 要打破人的偏见 比绷解一个原子还难 法律本身并不能保证言论自由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要所有的人都有着包容的心 只有利他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 把你的手放在滚热的炉子上一分钟 感觉起来像一小时 坐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 整整一小时 感觉起来像一分钟 这就是相对论 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 在探索的道路上 智力无甚用处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那么这就不叫科学研究了 不是吗 两件事情让我敬畏 不满星星的天空和隐藏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 我并不假装理解宇宙 它比我大得多 我喜欢旅行 却不喜欢到达目的地 拥有创造性的秘密 就是把资讯来源藏起来 这世界不会被哪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 而是被冷眼旁观 选择保持坚默的人毁灭 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藐视 命运让我变成了一个权威 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 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 有没有别的方案可选 以上是爱因斯坦的智慧格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帮忙按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见